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 帮你挖掘产业深度 520的翻倍计划 每一次赚20% 5次就能财富翻倍 订阅按赞分享 锁定股市1.0 加入小老鼠OK1788 获得第一手标股资讯 该官员欢迎收看股市1.0 来看看在苹果大涨 带动之下 今天台北股市开高 再做一个拉高 台积电鸿海冲高 带动之下 今天台北股市中场是大涨 256点收到22,048点 这些成交量有4,471元 那既然盘石怎么做解析呢 现场为你邀请到 两位专家 首先欢迎到 雄城国际投顾 许玉琳分析师 玉琳老师好 李玲家族家人大家好 我是1.0 第二位欢迎到 陈一群分析师 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名上官 叫我赶上问 你先请教玉琳老师 亲爱的好朋友们 今天在台积电 鸿海的带动之下 22,000点又开始 失而复得 今天指数再创新高 我想问的是 指数上新高 你有没有赚到钱呢 我昨天还在节目上面 公开的告诉大家 台积电 鸿海 长线的利多 来到 今天的台积电 站上了900块钱之上 明天台积电要除息 会不会秒填息 我们等一下会有独家的分享 而鸿海今天盘中 再创新高 来到了188块钱 一路发发发 各位好朋友们 你跟着1.0买进鸿海的人 无论你是买在百元附近的鸿海 甚至4月19号 当鸿海大跌重挫的时候 我告诉你 139块钱到140块钱 是黄金切割率的加码好买点 甚至在6月4号 我利用60分钟级别来告诉大家 当股价创新跌 60分钟KD指标 行程的底背离的同时 它就是让你低阶布局的机会 你可以发现到 今天无论是大型股的台积电 鸿海行程的创高之外 我们逢低 4字头 5字头 买进的雷科 也都大赚钱 亲爱的好朋友们 我想问的是 很多的老师看到这个位置 也会觉得这个指数真的好高好高 但是你只要跟对人选对股 尤其在两万两千点之上 你要买谁才能够大赚 而十全今天再度形成了亮灯 下一档接棒的个股会是谁 等一下也会有第一手的分享 那我们来探讨一下 也就是说 当你看到了鸿海 今天来到了波段新高 188块钱的时候 苹果光又再度的发亮了 今天的一个玉金光 形成了跳空走掌 而第一位接的个股 1.0最看好他 他是谁 等一下会有独家的交战 而精彩 昨天亮灯 今天再度大涨 升阳半 会不会复制精彩的模式 而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 跟着1.0持续的锁定他 而新复兴 在经过两个月的一个震荡换手之狗 今天拉出一根长红 而震姬在形成了N字形 突破再攻的态势 网通跟CBO相关的个股 我最看好谁 如何去复制像是鸿海 起涨的关键 如何去复制雷科四字头 五字头买进的布局 520的翻倍计划 就从今天 你看到1.0这个分秒开始 那当然1.0是全市场最认真 最用心的老师 我说过我每周都会特别录制一集 产业1.0 从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的角度来去做出发 尤其有没有发现到北美的保险公司 开始全面采用AM的副厂件 你可以发现到今天为什么地宝能够大涨 今天的一个东洋能够形成缓步空间 而哪些车用的个股 1.0认为它会显著的受惠 还没有看到这一集的好朋友们 记得帮1.0在YT上面去寻找股市1.0 1010YouTube频道 那还没有订阅的好朋友们 记得帮1.0按一个订阅 按一个分享 按一个赞 也谢谢我们所有林林家族的家人 对1.0的支持 然而你可以发现到 昨天大涨的一个提威西 今天又持续的功高 功高不是叫大家去做追价 而是车用的特别的个股 一定要采取买黑低阶的操作思路为宜 这个就叫做 相信看见大战掌听就是你的 那我们来聊聊 今天非常亮眼的台积电 因为明天的台积电将要除夕了 那除夕之后的台积电 会不会秒天息 来我们先从台积电能不能够挑战千元 其实这张字卡在年初的时候 1.0就在节目上面公开的告诉大家 甚至上个礼拜端午节之前 东森记者还特别问 因为台积电上个礼拜五不是公布 5月份的营收 形成了月增年减的态势 那我也特别说过 台积电任何的雅虎来 都是要找寻低阶布局的机会 因为目前的外资法人 已经把台积电EPS 从今年的EPS3839块钱 调升到明年的4849 后年甚至上看到50块以上 而这一次的黄仁勋执行长来台之际 特别说了什么 他说他不能够没有台积电 他不能够没有台积电 而且他支持台积电涨价 所以如果回答的大客户之一的一个 台积电大客户之一的回答 能够支持台积电涨价的话 那我问大家 台积电接下来的EPS 接下来的获利能不能够调升 当然能够调升嘛 而且回答的这样子的客户调升之后 其他的客户会不会跟进的来去做调整 也都会嘛 所以这里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台积电 尤其4月19号我问大家 4月19号主叠台积电 当时候大盘大叠了千点的时候 我问大家你在做什么 1.0啊 我被其他的老师吓呆了 因为很多老师是看叠缩叠 尤其看到指数重挫的时候 告诉你行情Game Over了 就像3月初 指数还没站上2万点的时候 有多少老师恐吓大家 2万是天花板 只有1.0告诉大家 2万是台股的全新新地板 我们这样说 我们告诉大家台积电波段 你就是下跌分批来去做布局 今天的台积电已经看到了 900块钱以上再创新高 而在刚刚500块出头的时候 我也没有透过实战邻居的角度 来告诉大家短底成型 后续的台积电 在产业立机的向上的过程当中 它会形成了一个走生的态势 所以这一波的台积电 今天盘中看到914块钱 那明天台积电会不如何表现 明年的台积电呢 在2019年 台积电呢 分配即配息的同时 明天是要除息3.5块钱 以过往的经验来看的话 它秒填息的概率很高 所以我特别在昨天 就在昨天 你如果昨天有加入一点的light的话 我一次都没有改 那当然你今天才看到一点的一个呢 频道的好朋友们 这一份的资料 你一定一定要拿到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要不要参与除息 当然要 但是有没有个股不要参与除息 也有 那它是谁 它会问你手头上的股票 那如果如何判定 你手头上股票要不要除息 是不是要拿到这一份第一手的 产业前瞻的一个布局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呢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 台积电呢 无论是在呢 嘉义也好 或者是高闲也好 将会设厂 充斥所谓的COAS的先进封装 尤其呢 将会设厂的过程当中 会有利于台积电相关的 先进封装的设备厂 以及供应链 而台积电相关的受惠个股 马赛克的名单 想不想提前达到 想不想提前掌握 除了昨天事先掌握到的精彩 今天盘中再度大涨之外 我在四字头五字头 特别告诉我们的家人 逢低布局的雷科 今天又再度的大涨了 亲爱的好朋友们 精彩 精彩是一点点在 实战零距离上面 事先来跟大家来去做分享 当时候才在百元出头 但是不知不觉 透过时间 透过一个产业的 一个能见度的一个展望 精彩今天又再度形成了大涨 这个就叫做 相信看见大涨涨停的力量 除了精彩之外 我问大家 精彩里面的一个个股 有哪些是属于一个超级比异比 想要提前掌握 想要提前掌握的好朋友们 记得加入一点的Lite 小老鼠OK1788当中 然而你可以发现到是1.0 很多的个股 我都帮大家掌握在前面 说实在的雷科 我们在四字头来去做布局 五字头我公开的告诉你 它是一个机会 从产业的角度告诉大家 它极致被动原件相关的半导体设备的厂商之外 更重要是它独家代理了德国的设备厂商 由台积电来去做青赖 所以这样子的利基点 那相关于所谓高高赛上的一个红色也好 这样子的个股真的相对的清零 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1.0代理我们的家人买在四字头 逢低布局在五字头 现在很多老师都跟在1.0的屁股后面 跟你讲雷科了 但是我问的是 你的老师带你买在七字头吗 难道是追高在七字头之上吗 所以这个就叫做 你为什么要跟着1.0提前掌握 因为我已经开始布局了 下一档布置雷科第二的机会 这个就叫做 相信看见大转掌停就是你的 那除了雷科之外 你可以发现到的是深阳半 今天的深阳半呢 从周K线级别打出了一个圆弧底 而这样的圆弧底成型低阶的讯号 回侧月线有手之际 再来去做偏多 来去做操作甚至均滑 今天的均滑形成了一个涨多的拉回 但是多方却是没有改变 拉回的过程当中 请你跟上1.0低阶布局的机会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如果这一波你错过了台阶电 如果你这一波错过了红海 如果你这一波错过了雷科 为什么一定要跟着1.0提前卡位 因为我会带你买在刚刚起掌的位置 我会带你买在全市场还没有发现 它真正价值的所在 因为你的成本会比别人至少低20%以上 这个就叫做 相信看见大转掌停就是一组力量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今天为我们的红海掌声鼓励鼓励 棒棒来 今天的红海188块钱再创新高 它也代表是这一波一点的坚持是对的 很多人都看虽红海 很多人都觉得红海怎么会涨这么大型的股票 1.0竟然天天讲我真的就是天天讲 我们所有你宁家族家人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更重要的是 当6月4号红海连舞黑K的时候 我会有没有告诉你 股价破新低 KD指标形成的底背零 这个位置点不能杀低 而是要寻找低低的机会 我是不是这么说 我是不是这么做 来请你看关键精彩的VCR 这是红海的60分K 红海的60分K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 它今天的股价是破低 但是KD指标形成的底背零 当股价破新低 KD指标形成的底背零的过程当中 它代表是 接下来的红海 它会有反弹上攻的力道 亲爱的好朋友们 才在端午节之前 6月4号 你做了什么动作 你看到爹 杀低股票 但是我看到爹 告诉你 它是一个机会 这就是一定 你一定要跟在 一点你身边的道理 这一档红海 为什么今天能够再创新高 刘洋伟又看到了手门 刘洋伟说 明年的营收将会破7兆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AI 那更重要是 在股东会之后 他也特别针对于 GB200的订单 来去做全面的说明 当然我在之前 红海刚刚起掌的过程 我就帮大家做了一首 洪家军之歌 想不想听 想听的人掌声鼓励鼓励 我们听到掌声 好了 我跟大家讲 这首歌是一点你早期年轻的歌 如果你有听过这首歌的话 代表你跟一点你年纪相仿 它是怎么唱呢 红红红青春敲呀敲 自己的歌唱呀唱 爱要爱的简单 过呀过的精彩 我的心从来没有修制点 红红青春敲呀敲 自己的歌唱呀唱 梦要梦得遥远 重要中国考验 大壮不能平凡 哇真的是大壮不能平凡 亲爱的好朋友们 今天是值得开心的日子 因为今天我们手中的红海市 再唱颇旦新高 如果认为一点你唱歌 还算不错的好朋友 我们记得在私讯里面留言给一点你 按个赞哦 因为一点你需要大家的肯定跟支持 那当然呢其实呢我也要特别告诉大家 这一波你只要懂海 懂得红海你就能够创造出波段的利润 因为这一波的红海虽然没有天天的大涨 但是它没事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我都帮大家掌握到好的机会 而今天的红海再创新高 也再度代表是一点零看牌 选股以及操作的真实力 而红海呢在刚刚起涨的位置点 我也帮大家提前的来去做掌握 而这一波的红海 一定要从EPS的角度 再从本益笔的河流图上面去估算 戴维斯双级的爆发力量 如果你现在还搞不清楚 红海未来的目标价该如何来去做估算 以及接下来红海未来会发生 什么样子的事件的好朋友们 记得加入1.0唯一唯一官方认证的账号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如果你想要问红海未来的目标价 以及接下来的上车好买点的部分的话 记得在Lite当中留下你的信息 留下你的电话来问最懂红海的1.0唷 然而你可以发现到 今天的红海来到了188块钱的创新高之购 这一档标的它是继红海之购 继台积电之购 继雷科之购 我认为股价永远不会再回头 因为我认为从波段的角度来看 至少有三成至五成以上的一个上升幅度 而且今年的EPS将近有7块到9块钱 本益比还相对的便宜 现阶段才刚刚在起涨的位置点 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波的台积电 红海雷科的好朋友们 这一档永远不回头 一定要好好地把握住起涨的关键 然而520的翻倍计划 就从今天你看到1.0开始 你会看到1.0的节目 代表你跟1.0有缘分 在茫茫人海当中 你选择了1.0 1.0也看到了你 你只要伸出双手 我就会再次的帮你复制 像是红海 像是耀华 像是雷科大涨的模式 每一次只要25% 5次就能够财富翻倍 让未来的你 感谢今天的你 打着这通电话 前五名打电话进来的好朋友们 带着你提前卡位永远不回头 短线上高幅度将近有三成至五成以上的利润 一定要把握住前五名打电话进来的 好朋友们 那当然今天的指数再创新高 知道吗 6月4号 6月4号呢 在历史上面是一个不是很好的日子 6月4号 那天台股指数重挫了180点 我就在节目上面公开的告诉大家 大碟就是让大家上车的机会 我没有任何模拟两可 我还特别跟我说 从协议机的角度 三天两根掌停板之够 我们顺势的获利卖出 协议机第二 我帮大家准备好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协议机之后 我帮大家准备到四字头的雷科 而雷科今天又再度的大涨 来到了七字头之上 而每一次的重挫 去想想看 你要跟什么样子的老师 你知道吗 在三月份 甚至六月份指数重挫的时候 我告诉你是机会 我告诉你指数拉滑的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买点 甚至外资昨天大卖的时候 很多老师为言耸听告诉你 外资大卖空单大增 这个指数涨不动了 但是我很喜欢每一次外资的大卖 因为每一次外资的大卖 它代表是行情就会有先回在上的走势 我昨天就是这样讲的 今天的行情再创新高 所以去回想一下 三月初 很多老师看不懂这个行情 认为指数真的涨得很多很多很高的 是因为你没有看过台股全新的世界 这一波的台股世界 你必须要跟对人选对股 你才能够赚到钱 而三月份当指数重挫 指数打到了两万以下的时候 很多老师恐吓你 两万点是台股的一个天花板 但是我告诉大家 两万点是台股的新地板 今天的一个指数又再度的创高 甚至四月十九号 当指数重挫千点 阻砂台积电的时候 我告诉你台积电鸿海 它是买点 所以这一波你要跟着谁 这一波你要跟着 看得懂做得对的1.0 然而这一份的马赛克的资料 你务必务必一定要拿到 因为有关于台积电 甚至AI相关的个股 选对股票你才会有钱赚 那这一份马赛克的资料 我会放在Light的首页 甚至像是正机 正机打出了W底型的石垢 我是不是事先公开的告诉大家 它是一个机会 而正机它拥有三大利基点 切入到公控 切入到车用 切入到医疗 甚至正文集团加持的个股 到时候在百元附近 如今的正机 形成了一个公高 形成了一个亮灯 而且形成了一个大涨的走势 而正机接下来的目标价 该如何来看 跟上1.0买点的布局 甚至玉林交战 甚至正机之后的 CPU网通的个股 谁是接下来的黑马股 这份马赛克的资料 我会放在Light的首页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就如同石拳 石拳今天又再度拉出一根长红 而石拳还在百元附近的位置点 1.0告诉大家 它是一个机会 它是一个买点 今天的石拳亮灯攻上掌停板 今天的石拳形成了盘面的焦点 而DDI5相关的个股 要特别去留意到 像是奇红双红 我昨天还特别说了 我认为奇红比双红更好 今天的双红又再度的低开走高 上涨了将近3% 这个叫做相信看见大赚涨停的力量 而AI苹果相关的受惠股 1.0最看好谁 我们其实从苹果的G 营收的走势图可以发现到 它开始形成了成长 而苹果相关在奇长的位置点 1.0就事先帮大家掌握 而这一波的奇长 拉出一根长红之后 谁又是苹果相关的受惠股 那当然除了鸿海之外 我认为玉金光 大家要去留意到 从周K线级别打出了圆弧大底 圆弧大底 今天的长红K支撑 有手之计 再来去做偏多操作 而玉金光之狗 谁是接下来的玉金光 第二的黑马股 这份马赛克的资料 我也会放在Lider的首页 甚至像是新复兴 在两个月的一个过程当中 打出了一个底部形态 右脚比左脚还高 低阶的讯号就是 亮缩回撤到月线有手之际 再来去做一个买进操作的布局 甚至今天的红家军加持的讯星KY 别忘了 集团加持的个股 会在这里持续的来去做点火 那讯星KY回撤半年线有手之际 再来去做一个买进的布局 甚至今天的耀华 也拉出一根长红 在二字头帮大家提前来去做掌握 而如今的耀华 来到了三字头之上 这个就叫做相信看见大赚涨停的力量 为什么要跟着1.0提前掌握 如果这一波你错过了台积电 错过了鸿海 错过了雷克 因为你没有跟对人 你没有选对股 因为你跟着1.0的成本 至少比别人至少第20%以上 这个叫做相信看见大赚涨停的力量 所以这一波帮大家掌握到了 正威五字头的好买点 而正威两天两支掌停板之后形成的功高 甚至协议机三天两支的掌停板 就迅速的来去做一个获利卖出的动作 所以永远不回头 是继台积电 继鸿海继雷克之后 短线上涨幅度将近有三成至五成以上的利润 更重要是520的翻倍计划 就从今天你看到1.0开始 成功的复制鸿海台积电雷克大涨的模式 前五名打电话进来好朋友们 跟上1.0这一档永远不回头 短线上涨将近三成五成的一个上涨机会 记得把握住前五名的一个打进的关键 好 那么更多操作的进行广华来 继续再请韵老师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股市点灵再把旋转运老师 亲爱好朋友们 下半段跟大家聊聊重电以及电线电缆 那这一波的一个融新之所以亮灯的原因 是因为低降 而滑融的部分可不可以跟进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滑融部分呢 1.0帮大家掌握到36前附近的好买点 而如今的滑融形成的一个工高 而接近月线的关卡 它是要偏多来去做操作的 甚至滑融之够 谁是你接下来要特别去关注的机会 这份马赛克的资料 我会放在Lite的首页 那特别去注意一下龙鑫 龙鑫今天之所以亮灯供上涨停板 那特别去留意到前高 4月22号的长KK的一个呢 逢高获利的卖腰 如果真的遇到这个位置点 不要去做过度的追价 反而持有的人要去寻找到一个呢 卖出的机会 甚至呢你可以发现到正机 我们掌握到W层型的一个呢 百元附近的好买点 正机我买进之后 亮灯供上涨停板持续的攻高 所以呢正机之后的一个协议机 我们也掌握到三天两次的涨停板 那继正机协议机之后 这一档永远不回头 但线上档的利润将近有三层至五层以上 如果这一波你错过了鸿海 错过台积电 错过了雷科大厂的机会的话 520的翻倍计划 就从今天肯看到1.0开始 因为我说过 每一次只要百分之二十 五次就能够财富翻倍 而且今天 前五名打电话进来好朋友们 这一档永远不回头 短线上涨利润将近有三层至五层以上 亮1.0带你赢在起跑点 记得把握住前五名打电话来的机会了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享 挺光陪用了 本公司所推介的分析 是个表家现存 无不当知财务的利润关系 本节目最终的请供参考 投资要对立办 现在显现评估并且支付投资风险 也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 帮你挖掘产业深度 520的翻倍计划 每一次赚20% 五次就能财富翻倍 订阅按赞分享 锁定股市1.0 加入小老鼠OK1788 获得第一手标普资讯